切好的粉肠通通送进便当盒里 再来一整块豆干切成条状 米血也来个一份 卤蛋直接缝上两颗 还有夹一次不够的猪耳朵 再夹一次整个便当盒装满满 这可不是单纯的卤味拼盘 被卤味盖住的是热乎乎的白饭 为在高雄中学附近的热门美食 被网友狂推 这是假抽罢首选 这位有门出来啊 这个在外面卖八十一百不够分 看网路的 他们料汁是蛮多的 用餐时刻一到还真的有慕名而来的客人 小菜配料比白饭还要多的卤味饭 上面铺了满满八种料 成为在地学生和民众的爱店 同样用同板架就能吃饱饱的 还有高雄这家炸鸡肉串 这外皮的酥脆感让人口水直流 同样以价格便宜吸引顾客 所以客人一上门不止鸡肉串 这薯条炸物一口气买了好几包 老板娘薄力多销 肌肉串被客人比喻为高CP值下午茶 不管是这多汁外皮酥脆的炸物 还是铺了满满满的卤味饭 便宜成了顾客享受美食的小确幸 三立顺田居打黄剧中 乐比乡高雄报道